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个人都需要考虑自己的余生到底该怎么度过。 晚年的生活终究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 为何说晚年的生活复杂呢? 因为晚年的本质,它跟年轻时和中年时的本质,那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有精力还有工作的能力, 因此,无论生活赋予我们多少的魔力,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充满希望。 在我们中年的时候,虽然我们遇到了中年危机,一切都变得特别糟糕, 但是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余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身处壮年期的我们,本就是生活的强者。 可当我们逐渐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自己退休没有工作了, 而且,身体技能也逐渐衰退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担心,孩子会给我们出怎样的难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为自己好好筹谋一番了。 人到老年,明知的人会给自己留下这几条后路, 以防未来不测,理计中庸有言,凡事予则利,不予则废。 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到从容,都要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我们六十岁的时候,多半有了退休金、存款、房子等, 钱财是养老的根基,谁都不能忽视。 事实上,当一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仅仅有钱财是不够的, 因为身体每况愈下,手里有钱都没有办法拿到大街上去花, 能够用手机在网络上买东西。 但是快递到了小区门口,也没有办法去取, 还有一种很坏的结局。 如果老年人患了痴呆,不借助周围的人,日子就会很难过。 钱财是无法保证生活幸福的。 人到晚年,哪些是对自己最重要? 不是老伴,也不是孩子,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自己。 别觉得这话自私,要知道聪明的人,往往懂得自爱,然后爱人。 这份自爱,源于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独立, 不过分期盼依靠,懂得自己打发日子, 能有把自己过好的能力。 而这份自爱,是不少老人缺失的, 他们把爱权都给了儿女, 常常忘了要替自己想一想, 又因为对儿女付出的太多, 而抱有很高的回报期待, 最后形成心理落差, 日子过得郁郁。 1.善待儿女建立和谐家庭 在小说《十点头》第十二回里, 有一个叫徐氏的女人,生于宋朝, 家住威武州后官县,丈夫早亡, 她和妻子董昌居住, 按理说孤儿寡母在一起, 应该相依为命,格外亲切。 但是徐氏却对董昌非常不友善, 反而和邻居姚二妈非常打得火热。 董昌结婚之后, 徐氏常常给儿媳脸色看, 对姚二妈说, 看啊,儿子结婚了,天天吃肉, 我却连汤水都看不到。 姚二妈是一个喜欢挑拨离间的人, 徐氏看不透董昌, 却看得很清楚, 因而董昌把姚二妈赶出去了, 因此结下了仇恨。 姚二妈和地匹方六一勾结, 无赖董昌和土匪有瓜葛, 导致董昌有了牢狱之灾。 就在徐氏得意洋洋的时候, 忽然发现她失去了养老的依靠, 姚二妈并不会为她的后半生着想。 总有一些老人, 把自己的儿女贬低, 把外人抬去, 从而一步一步失去幸福的家庭, 他们不知道, 人到了晚年, 外人再好, 也不如儿女。 舌尖上的中国里, 有这样一句话, 半生闯荡, 带来家业丰厚, 儿孙满堂, 行走一生的脚步, 起点终点, 归根到底都是家所在的地方。 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朴素。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老人和儿女相处时间长了, 肯定会有过节, 但是要加以克制, 要学会包容。 如果把坏的脸色给了儿女, 或者对儿女的人生一直不闻不问, 还和儿媳女婿结仇, 日子肯定会越来越难过。 真正聪明的老人, 一定会守住好家庭, 哪怕儿女儿媳有过错, 也会和颜悦色地交谈, 想尽办法推崇孝道。 明代思想家圆了凡的母亲李氏, 儿媳请家童送了一碗鱼汤给她, 家童在半路上把鱼汤喝了, 但是李氏没有生气, 而是告诉儿媳汤的味道不错, 时候儿媳发现家童的龌龊事, 对李氏说母亲, 你不应该撒谎, 李氏说, 我怎么能暴露别人的过错呢? 显然她在包庇家童, 毕竟是一个孩子, 另外一碗汤不能变成矛盾的导火索, 老人还能劳动的时候, 维护家庭和睦, 老人走不动的时候, 依靠和睦家庭。 二, 注重明节, 树立善良形象。 有一种人, 年轻的时候奋斗不止, 赚钱很厉害, 到了老年喜欢唱高调, 吹捧自己, 常常做以老卖老的事情, 导致日子不好过。 有道是, 好汉不提当年勇, 如果一个老人始终把自己当成大家长, 让所有的人都围着自己转动, 就会讨闲。 如果老人做了缺德的事情, 认为自己年纪大了, 谁都要让着他, 就会毁掉名声。 外人看了会绕道而行, 从此老人也失去了帮助。 晚节不保的老人, 顺理成章就会晚景凄凉, 聪明的老人一定会避开这一点。 刘洋日报上报道过一位叫李菊梅的老人, 家住淮川街道连城社区, 他从退休之后, 一直在做好事的路上, 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买菜, 给穷困的孩子送学费, 带着朋友去看望孤寡老人党。 这些年, 他因为做好事, 被大家称为丁婆婆, 我们能够想象到, 当他到了很老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拉一把人, 帮人关键看人品, 老人树立好形象, 其实就是善有善报, 为自己基辅, 明节仲泰山, 立于青红毛, 人到老年, 也要爱惜自己的明节, 自尊自爱, 让晚霞灿烂, 晚景更美。 学会拒绝不好的人和事, 既能让自己, 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 还能卸下精神包袱, 在有限的生命中, 活得更潇洒更自在。 三, 结交好人, 加入正能量圈子。 正能量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它可以通过朋友来传播, 充满正能量的朋友, 能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鼓励, 能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指导, 从此人生不一样。 六十岁以后, 一定要有几个正能量的朋友, 补充能量, 积极向上。 山东帮子戏枪头计礼, 张木匠拉扯两个儿子长大, 但是儿子而习都不孝顺, 张木匠的朋友王银匠看不过去了, 放出风声, 张木匠还留存着一些银子, 看在钱的份上。 两个儿子争着供养张木匠, 虽然戏剧的最后, 两个儿子发现了王银匠的谎言, 但是家风也因此得到了改变。 都说人老了, 做减法, 不要社交, 不要合群, 这样的观念太极端了, 留下几个靠谱的人, 建立正能量的圈子, 就是抱团养老的格局, 加入快乐的圈子, 生活会更充实, 很多人退休之后, 就找不到任何乐趣, 每天无所事事地活着, 就是在混吃等死, 一个人闲着, 一直闲着, 就会废掉, 看身边的人都不顺眼, 看身边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比方说儿女回家了, 她就抱怨儿女回家太少, 对自己不关心, 邻居家吵几句, 她就觉得邻居不好相处, 甚至和邻居吵架, 过分悠闲的日子, 会让一个人变得暴躁, 很快就会颓废, 如果你找到了快乐的圈子, 你就会被身边的人感染, 也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比方说加入了广场舞队伍, 那么每天吃完晚饭后, 就准时去某个地方聚会, 大家一起跳舞, 有说有笑, 快乐的圈子, 会让一个人找到快乐, 会忙不起来了, 一个人忙起来, 就忘记了烦恼, 也忘掉了年纪, 加入爱运动的圈子, 身体会更健康, 老年人力所能及地做运动, 让自己动起来, 让生活变得有规律, 身体健康了, 快乐就更多了, 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 健康的根本不仅仅是吃好喝好, 更重要的是坚持锻炼, 以前在上班, 没有时间锻炼, 现在开始退休了, 有大把的时间, 就应该充分利用起来, 每天定好时间锻炼身体, 诗人说, 年少鸡鸣方就诊, 老人诊上带鸡鸣, 这句诗也就是要求老年人要好好休息, 规范作息时间, 运动的圈子会让你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大家在一起, 能够取长补短, 互相提醒和监督, 加入有爱心的圈子, 鸡得鸡腹, 有一个表姑常常去接上知情, 她主要负责劝导抢过斑马线的人, 让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表姑说, 我多做点好事, 为儿女基辅, 我忽然发现, 有爱心的老人一脸的慈悲, 看什么都顺心, 看谁都顺眼, 人老了不仅要爱家人, 还要爱别人, 树立好的榜样, 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人尊重, 很多老年人加入了有爱心的圈子, 生活充实了, 也就更有成就感了, 我们常常说, 心安是福, 可是如何才能心安呢? 行善积德就是好办法, 主动帮助别人, 一个人的心灵就会安宁, 如果看到别人落难了, 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 那么自己回想起来就会不安, 心中有愧。 和有爱心的人在一起聚集, 是放大正能量, 是发挥余热, 何乐而不为呢? 加入爱学习的圈子, 精神上更富有, 活到老学到老, 爱学习的老人, 一直都可以跟着时代进步, 不会被淘汰。 看看你的身边, 有的老人对智能手机很精通, 什么功能都能够搞得懂, 比年轻人还厉害, 有的老人拿着老年机, 都不知道怎么用, 还常常闹笑话。 同样是老人, 怎么就区别这么大呢? 究其原因, 就是爱不爱学习的问题, 老即福利, 志在千里, 烈时暮年, 壮心不已, 一个人在学习上不服老, 就一直不会变老。 年纪大小是一回事, 心理上的年龄是另一回事, 大部分的老人, 不会大气晚成, 但是所有的老人, 都可以热爱学习, 每天看看书, 上上网看看时代发展, 看远方的风土人情, 要相信开卷有益, 做一个谈笑丰盛的老人, 内心就会散发光芒, 也能够为儿女的事业发展出谋划策, 真正老有所为。 一个人的长度是有限的, 但是宽度是无限的, 到了什么年纪, 就做适合这个年纪的事情, 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别人, 也接受别人的感染。 对于命苦的老人, 我们常常用孤独中老这个词语来形容, 因为命苦的老人是孤独的, 一直是形单影之, 默默无言的样子, 命好的老人懂得加入集体, 善于与人交往, 在合适的圈子里混得如鱼得水。 古人说, 新君子, 远小人, 并没有说看到任何人都爱理不理, 聪明的老人会主动联系周围的人, 并且形成一些惯例, 比方说老人每天都会主动邀请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去买菜, 大家一起上街, 其乐融融, 如果老人某一天没有出门, 大爷大妈们马上就会警觉起来, 甚至去敲一敲老人的门或者打个电话, 意外的情况就能避免了。 身为老年人, 要更懂得经检周边的交际圈, 无论亲疏还是远近, 都在经检的范围之内, 由此, 晚年的交际圈才会致真以及致唇。 智者谋局, 愚者谋事, 做人要考虑长远, 从六十岁开始规划, 活到一百岁的事情是来得及的。 在金钱方面, 要省吃俭用, 以备不适之需, 就算把钱给儿女, 也要有个说法, 不能导致自己老无所依, 在人情方面, 要坚持善良, 主动做好人, 结交好人。 不管多大年纪, 都要讲道理书形象, 不做一件坏事, 愿每一个老人手里有钱, 心中有爱, 生活有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